另外再带你看到新城乡大德部落举办部落聚会所完工启用典礼 乡长和立台针对尚未拥有聚会所的部落将会积极争取经费 期许乡内每一个部落都有日常聚会与生活休憩 以示祭典凝聚部落精神与促进文化传承的场所 经新城乡公所建设课查大德部落范围内和四星建聚会所特立之后 进下场核定规划在太平街与大德街372厢入口国有财产属土地 1810年6月4号宽泉政府核定基盘事业计划 同年的8月4号行政院核准拨用国有财产属土地 经新城乡公所提报107年勇气发展造景计划 原本会在107年8月核定规划被因为物价上涨剧烈 编根设计大小为半个风雨球场的大小 且工程总经费提高到2100万元 公所配合750万本所编列750万元资筹款发报之后 感谢荒原县政府补助款50万元 陈立委协助争取原民会基本设施维持费 补助122年度以及113年度 各650万以拟补公所资筹款的部阻 地方的事务我在说都是有赖于大家通力的合作 除了议会的议员帮忙 代表会前提的支持 地方大家公所的团队 大家共同来努力 才有今天这个成功 未来大概还要有2700万的给争取的经费 我们大概只完成一半左右 未来的2700万我刚刚也跟刘处长报告过 希望我们中央跟县跟独独处长能够给我们继续来跟帮忙的支持好不好 鼓掌一下 来 放开他 放开手 大家我们跟着独独处长两位 这个有关我们未来第一期的工作 再给我们帮忙看怎样的说明 再次代表公所的团队 谢谢大臣部落 恭喜大臣部落 能够在今天各项工作的支持之下 公所能够顺利完成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工程 也祝我们今天公年纪能够顺利 能够圆满我们部落的主人永远平安喜乐 三大合理台商人以来 克服高涨的营建物价 让各部落聚会所逐一来动土也逐一来完工 并表示为了让部落聚会所以及球场更完善 公所也积极争取增建半个风雨球场 感谢立委成天才协助华人政府协助纳入花冬基金第四期 大臣部落聚会所往方要感谢严重民主委员会 现在举正位立委陈寅 诸各位现议员的协助 也感谢现在下面代表会全体代表的支持 让部落聚会所得意兴建 接手打造乡亲族人幼稚的活动空间 记者金鸿逸新城市华人 打造成条塔 头 请楼 打造成条都